今天要去外交部办一些事情 因为一些私人的问题要去那边 希望今天要切顺利 我们来看一下在正常地方办事的话 大概要多久 我们现在来到了地球站 我今天因为没有车 只能是多数公交通道那边去办事情 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吧 现在是差一刻10点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办完这件事情要多久 同时我们来感受一下波澜 如果说你到市政部门去办公的话 需要多长的时间 好的 我已经到了地方了 那么至于我为什么要外交过来 我们下一期节目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这期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坐地铁过来差不多用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我们现在就要到外交部那边 然后看一下今天办事顺不顺 那我已经走出地铁站了 刚才说的不知道有没有录下来 今天的话我之所以到外交部来办事 其实是有一些私人的事情需要处理 那么至于是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下一期视频来给大家打起介绍 好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了 我来找一下外交部那个大楼在哪里 好我先把这个关掉了 看一下手机吧 我现在已经办完事情了 整个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我今天办事的经历 总体感觉还算是不错的 时间也比我预想的要少一些 那么因为那个是在外交部 所以说很多东西他们是不让那个录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到了旁边的一个商场 来继续跟大家说 找了一个地方 然后我来说一下今天办事的这样一个整个流程 其实整体来说不算是特别的顺利 至少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主要问题就是刚开始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找错的地方了 因为外交部办事的地方是有两个 那可以进入了大门 一个是办公人员进的 一个是访客进的 那我第一个的话找到了办公人员进的那个大门 然后保安 好在保安是可以讲英语的 那保安给我讲了该怎么去走 然后在工作地图上给我指明了具体的地点 然后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去了之后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顺利 主要的问题就是工作人员是不讲英语的 但是我的波兰语呢可能没有好到 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把我想要办的事情解释清楚 那么我后来又找了一个在旁边也是到那边去办证的 然后他帮我做翻译 然后才把这个事情办完 整体的话差不多下来花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但是总体来说还算是不错 没有预想的那么好 但是也是比较曲折的 但是总体来说事情是办完了 所以说整体的话在波兰到政府部门去办事 没有非常的方便 但是好在波兰人还是比较热情的 所以说把这个事情办下来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不大的 总结一下在这边办事的话 我觉得有几点是需要提前进行准备的 首先在网上查好地址 那么第二个的话看好当地的工作时间 它开放的时间尤其是政府部门 那么第三个的话如果它是有热线电话的话 最好提前先问一下情况 然后需要带哪些证件 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 如果你有会讲波兰语的朋友 带场是最好的 因为这边很多政府部门的话 英语可能讲的普及率没有社会上那么高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在这种政府机关办事的时候 不要随便的录像拍照 那么这也是我为什么 刚才没有拍任何画面的原因 这个的话不必要去 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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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关注我的视频 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channel里 拜拜 by bwd6